这绝对是我看过尺度最大的武侠片 然而它的看点却不止于大胆 本片由实力派演员徐少强 刘雪华主演 聚焦于江湖称霸 设定却奇幻怪蛋 掉足了人的口味 武打动作高难度却又漂亮利落 开创了彩色武侠片的新世纪 哪怕上映至今已经过去了41年 仍旧是一部可以细细品味的邵氏经典 如果你是武侠迷 那么这部电影绝对能给你带来全新体验 你练的天残神功内功时有时无 毛病到底在哪呢 你看看最后一页 最高境界 监于难 谁能想到就是短短的三个字 监于难却让无数江湖人士望而却步 始终无法参透武当局学天残神功 此时的江湖早已经不复从前风光 就连武当也逐渐没落 门派弟子不是欺软怕硬的小人 就是孤名钓鱼的围君子 眼前这个小伙明明是个爵士高手 却每天都在给师兄弟们当活靶子 这些小伙终于忍受不了丢掉靶子 这只却被师兄叫住 狗杂种 你不当靶子 我们找谁来当靶子 吹你 云飞扬从小就是个孤儿 所以最痛恨别人叫自己狗杂种 怎料他刚反驳了一句 就被师兄弟们一起羞辱了一番 云飞扬忍无可忍 冲进人群中和他们缠斗起来 结果护欧很快变成了取欧 云飞扬不敢展示自己真正的实力 只好躺在地上任由师兄弟们殴打 唯一一个可谓的伸张正义的人 只有师姐 伦婉儿 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云飞扬算是什么 师姐 我们没有欺负他 他嫌辛苦 发脾气 不肯帮我们恋暗器 是啊 他还以下犯上 动手打我们 上 仑婉儿弄不可欲地表示 要将他们告到执法棠 然而一听执法棠 云飞扬却是满脸拒绝 因为他知道 执法棠两位师叔的尿性 果然到了执法棠后 两个老头一唱一和 将罪责强行夹到云飞扬头上 云飞扬 要是他们的暗器 摆发摆种 还要练习吗 嗯 你简直是无理取闹 伦婉儿不满他们的评判 却被人家质问 他和云飞扬是什么关系 竟然这样护着他 这事怪一个女孩的情欲 伦婉儿只好负气地走了出去 这场告状 最后成了云飞扬的错 两个老头罚他 每天必须挑满五十桶水 不久后 无敌门的堂主 公孙红闯了进来 他是来向武当掌门 轻松送战书的 武当弟子见此人敢持剑上山 于是和他大战三百回合 轻松的名字 创死 本派掌门是什么身份 竟敢如此无理 二人争执间 轻松以旋转七百二十度的姿势出现 公孙红一上来就送给他一份礼物 轻松打开一看 竟是一件肚兜 原来按照江湖的规矩 每隔十年 各大高手便会举办一次比武大赛 而决战到最后的只有两个人 那就是武当派的掌门 轻松和无敌门的门主 独孤无敌 不论是二十年前还是十年前的鄙视 轻松都败给了独孤无敌 眼看下一场比试就要开始 独孤无敌担心轻松不敢应战 于是就让公孙红 特意送来一个红渡兜来羞辱他 轻松嘴上虽说自己一定会应战 心里打起了退堂鼓 这十年来他虽然一直在闭关修炼 可独孤无敌也没闲着 他担心自己依旧不是对方的对手 师兄燕冲天却安慰他不必担心 如今他的两衣剑法 已经练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就算独孤无敌的灭绝魔功练到第七重 轻松也一定就能轻松地打败他 有了燕冲天的宽位后 轻松信心满满地去了 独孤兄 你有十年了 想不到十年后的今天 天下英雄 只剩下了你我 过了今天 我会更紧 两人寒暄一发后打了起来 他们的出招速度快如闪电 数百个回合后依旧难分胜负 直至这时 独孤无敌的头上就冒起了一阵绿光 看到此情此景的轻松顿时慌了 灭绝魔功 轻松飞身上前 手里的剑却刺不穿独孤无敌的胸膛 最后独孤无敌经用手掌劈断他的剑 原来独孤无敌的灭绝魔功练到第八重 拥有刀枪不入之身 但他并没有直接杀死轻松 而是给了起两年的时间 到时候我们再斗一次 如果两年后 武当还是没有人能打过自己 那么他就会杀季武当一统江湖 为了这个大意 独孤无敌再次闭关修炼 闭关前 他交代门派弟子 不准追杀轻松 为令者斩立绝 这么有江湖道义的反派 我还真是火酒线 谁知轻松在客栈里 还是遭到了无敌门的追杀 独孤无敌跟频道有两连支援 你们想干啥 我们门中已经改变主意 早点送你上七天 说着双方就交起手来 由于轻松比武时 被独孤无敌打伤 所以此刻 连对付几个小喽喽都有心无力 这是一个名叫傅玉叔的小伙 突然出手相助 两人联手打跑了 无敌门的弟子 打斗过程中 傅玉叔的母亲和妹妹不幸惨死 看到此情此景 轻松不由的一阵自责 于是他将傅玉叔带回了武当 看着满身正气 又风度翩翩的傅玉叔 弟子们不由的对他心生好感 尤其是伦婉儿 看到傅玉叔的第一眼 就彻底沦陷了 为了感谢傅玉叔的救命之恩 轻松更是魄力 收他为入室弟子 傅玉叔的出现 让云飞扬感到一阵危机 因为他一直暗恋伦婉儿 如今 婉儿却整天地围着傅玉叔打转 为了获得婉儿的芳心 云飞扬决定写情书向他告白 没成想 就在他去找婉儿时 却被一个平时就爱欺负他的师兄发现了 为了羞辱云飞扬一番 执法长老竟让婉儿当众将情书念出来 可惜云飞扬的文化有限 总共写了二十几个字 其中还有十多个错别字 就连婉儿都看不懂他想表达什么 伦婉儿瞬间觉得 被他喜欢是一件无比羞耻的事 于是羞纷地跑了出去 云飞扬受尽侮辱 却不愿意离开武当 因为一到半夜 就会有一个爵士高手来教他武功 这晚他像往常一样练习时 有些心不在焉 师父 为什么我到你身边七尺 你还不知道呢 如果我是你的敌人 你有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被师父训诫一番之后 云飞扬更刻苦地练习起来 他的武力值在整个武当至少进前三 可是他却答应过师父 不能暴露自己会武功 比起没有文化 还无比寒酸的云飞扬 师姐伦婉儿更加清心于 见义勇为救下武当掌门的傅玉叔 这晚他在弹琴时 傅玉叔走了进来 随着俩人没说几句话 云飞扬也端着一碗面 冒失地跑了进来 结果却不小心打翻在地 看你失魂落魄的 还不快点收拾干净 我再煮一碗给你 你喜欢煮就去煮吧 我不吃 为了讨玉叔的欢心 婉儿打算和云飞扬划清界限 看着婉儿和玉叔亲密无间的样子 云飞扬只好失落地离开了 不久后 师兄燕冲天 在武当派掌门轻松面前 展示了自己闭关修炼三十年的天蝉功 可没曾想着天蝉功使了一次失效了 苦练三十年换了一张体验卡 这让燕冲天十分失望 但他很快重新振作起来 打算从武当的弟子中 选出七个天资几家 教会他们北斗七星镇 傅玉叔也在这七名弟子当中 就在武当派重用傅玉叔时 对手无敌门查出了端倪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派出弟子 去客栈围剿清松 而傅玉叔死掉的母亲和妹妹 其实是青楼的老宝和继子 所以他们怀疑 傅玉叔故意演了一出戏 目的就是进入武当 查明真相后 独孤凤和公思红便到武当 将真相告诉清松 谁知武当早就是无敌门的人为仇敌 二话不说打了起来 好在关键时刻 一个黑衣人出现救了二人 独孤凤很好奇是谁救了他 于是趁机扯下他的面罩 哪知竟是云飞扬 躲在暗处的傅玉叔 正巧看到这一幕 放上手下去查明云飞扬的身份 没成想 云飞扬竟是清松的私生子 傅玉叔很快就想到了一招 一石二鸟之计 到了晚上 几个黑衣人突然闯进武当 把清松暗杀了 清松死后 云飞扬收到一张纸条 让他速速去掌门的房里 云飞扬一进去 看到清松躺在血泊中 当他一脸疑惑 发生什么事时 残存一口气的清松告诉他 凤军 什么凤军 在 在柜子里头 记住 把凤军 交给无敌门的 什么军 云飞扬打开柜子才发现 清松就是每一页 教自己练功的人 这时师兄弟们才赶来过来 他们见云飞扬的手上穿满鲜血 认定是云飞扬杀了清松 云飞扬百口莫辩 只好逃走 傅玉叔不仅杀了清松 还把有潜力竞争 掌门之位的 几个师兄全干死了 因此 他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掌门 云飞扬则逃到无敌门 将凤决交给了沈曼军 这时闭关修炼的独孤乌敌突然出现 但二话不说 废了云飞扬的武功 沈曼军和独孤凤 带他来到一间破庙疗伤 此时 武当的傅玉叔也不想再装了 原来他是逍遥谷的少谷主 三十年前 他的爷爷被燕冲天杀害 他们来到这儿 就是找燕冲天报仇的 于是傅玉叔就布局杀死了燕冲天 这时武当中人才知道 他才是杀死轻松的幕后真凶 但他们却不敢和傅玉叔叫板 纷纷转身投到他门下 只有伦婉儿不愿意臣服于他 好在傅玉叔没有对他痛下插手 而是放过了他 婉儿来到一间破庙休息时 正巧遇上了被废除武功的云飞扬 此时 沈曼军正在为他输送真气 云飞扬的伤扬好后 沈曼军便拿出了一本天蝉弓给他练习 在三个女人的帮助下 云飞扬练成天蝉弓 他决定上武当山找傅玉叔报仇 两个人打了上千回合 最终云飞扬发动天蝉弓 将傅玉叔包进蝉涌里 在一刀将他刺死 包完杀父之仇后 云飞扬并没有继承武当掌门人的位置 决定孤身一人浪迹天涯 这时婉儿却追了上来 云飞扬 你一个人浪迹天涯 不怕寂寞 有人肯陪我吗 我肯 从此二人四海为家 成了一对令人艳羡的神仙眷侣